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亚铭,继续给大家播讲黄埔军校历史人物列传 从今天这集开始,我给大家讲一位黄埔一席中的陕西人 他的名字叫做何文鼎 何文鼎1901年9月13日出生于陕西 他父母务农,勤点执家 何文鼎1915年的时候接受了私塾的教育 后来年岁渐长,他目睹了列强侵华以及民国初年 各地军阀割据的形式 他觉得只有投币从龙才能够救中国 因此他就加入了陕军陆军混成旅军事养成所受训 截业之后任陕西第一骑兵团见习官 后来呢,他受到了国父孙中山理念的感召 并且在1924年春受到陕西的同盟会元老余优任的鼓励和推荐 南下广东考入了鲍母军校第一期 成为了第一期第三队的一名学生 入校之后,他加入了中国民党 鲍母军校毕业之后,他又被分配回到了北方 先在陕军高贵兹部当连长 后来呢,在参加北伐的时候 一度和十七路总指挥马洪魁部协同作战 1月29年,在延峰岛奖期间 何文鼎他遣回武汉,向顾祝同汇报 受到了顾祝同、何银欣、蒋介石的青睐 蒋介石曾经亲口说,何文鼎他是中党爱国的好学生 然后呢,何文鼎就到何银欣的会下,任营长、团长 1930年1月,何文鼎又回到高贵兹部第十九师 到十九师三旅第六团任团长 不过他当团长一个月不到,就接到南京的命令 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山东诸城 调解山东范锡的部队,与陕北高贵兹的冲突 在中原大战期间,何文鼎在马洪魁部任雷洛参访 1931年末,何文鼎到汤安博任市长的第二师独立旅 旅长是郑弄国,下属的第一团任团长 随军到河南参加围剿红军 他得到了顾祝同和蒋介石的赏识 1932年5月,何文鼎在第八师师第23八旅四七五团任团长 当时的旅长呢,是陈明仁 不久陈明仁离职,何文鼎升任旅长 1933年8月底,第八师独立在江西吉安的乌江区 和红军展开了一场激战 1932年的时候,张苏区的红军 刚刚组建了彭德怀指挥的东方军,入福建作战 在此期间,红衣军团和红武军团 留在符合干江之间的吉水、永丰、乐安、崇仁、仪皇等地区 破坏国军的联系,进行钳制性的作战 从1932年6月中旬到9月下旬 红衣红武军团只打了一次大仗 这就是乌江区战斗 当时干江符合北线国军的部署情况是 93师主力驻守吉水,以一个团驻守丰平 石师和823师、27师各一部驻守永丰 27师一个旅驻守江口 823师一部驻守罗府、良田等地 43师、97师驻守乐安 第三师、第14师驻守在工方三唐一带 保安师一部在巴都 1932年8月29日 国军最后完成了由干江至府河之间的堡垒封锁县 那80师师长李斯硕率领着238旅、475团、476团 再加上师部中团、师部以支柱分队 由永丰地区出发 经罗府、大盆山到乌江区地区修筑碉堡 乌江区一带的地区为山林所怀望 便于红军隐蔽皆敌 8月30日 红军领导层决定以齐西的手段 消灭乌江区地区的国军 打其增援部队 部署是以红一师、红二师和独立第二团担任攻击 红十四师牵制和迷惑国军 当天晚上 中央红军的主力由牛田、水南、牛山、七都等地 秘密地向乌江区方向进发 红十四师在牛山、七都等地担任警戒 并向潭港、乐安、江口、永丰一带积极地活动 配合这双红军主力行动 8月31日30日 红一师经八江和桑园秘密绕到乌江区西北地区 红二师并指挥红一师第一团 在红一师主力之后跟进 在八江渡过乌江 隐蔽在乌江区东北的地区 独立第二团禁止乌江区以东的罗府下府等地 这样就完成了对乌江区国军的包围 8月31日下午3点 乌云四起下起了清风大雨 红二师和红一师第一团 在军团炮兵营的支援下 从南北两个方向向乌江区的国军发起了猛然攻击 第一第四团迅速占领了小湖山 向乌江区的守军猛攻 第五团发起冲击之后 和国军展开了白人格斗 然后在第六团的支援下 占领了乌江区南面的马鞍山 与此同时 红一师的主力从西北方向向乌江区发起攻击 乌江区的第八十师国军遭到了红军突然打击 全线溃乱 分路突围 向乌江区以西风平 脊水方向突围的国军 遭到了从西北向乌江区进攻的红一师第二团的迎头痛击 只好再退回乌江区 向乌江区以南突围的国军 遭到了红二师第五团的堵击 大部分被歼灭 向乌江区西北逃窜的国军 在红军第三和第六团的追击之下 也大部被围歼 没有来得及逃跑和被打回乌江区的国军 最终被红二师主力全部消灭 这场战斗红军一共歼灭了国军八十师第二三八旅两个团 师补充团和吃直属队大约是四千人 俘虏了旅长以下两千多人 缴获马步枪两千六百多支 重机枪二十七艇 轻机枪二十五艇 凯击炮八门 这是一场大事 那么在这次作战中 何文鼎和他的参谋主任任金丹被俘 何文鼎在被俘之后 混在士兵当中没有暴露身份 最后得以顺利的返回部队 蒋介石并没有追究他的责任 让他赴任旅长一职 这里多说一句 何文鼎率兵 他不喜欢穿军官的服装 总是穿成和普通士兵一样 施主也是和普通士兵在一起 所以他在军中的声望很高 同时在作战的时候 他的对手也很难辨明他的官阶 第八日师在1933年11月 奉命开往福建 镇压福建事变 在赶赴沙县增援阻击红军的 蒋方敏军卢星帮第52师的时候 遭到红军的伏击损失惨重 1934年1月 何文鼎兼任八二师第23球旅旅长 驻军在福建龙岩一带 1934年5月4日 升任该师的副市长 1934年初 沙县被红军攻破 52师的副市长卢星荣 突围到游西重组部队 接任市长 1935年的时候 南京方面陆续派出了 黄鹤黄义群等黄埔学生 进入到52师任职 1936年9月26日 何文鼎被调任到该师任副市长 1937年初 公民政府开始抗战的部署 那么国防部认为 卢星帮的52师战斗力弱 武器低劣 不能与日寇抗衡 只好留置在民浙边区维持治安 那么国防部这个计划 尚未正式决定之前 消息已经传出来 卢星帮紧急召集 卢星荣 温鼎 黄鹤等将领 上瘾 决心主动请应 共赴国难 当时52师中 也多有黄埔军校 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毕业的将领 对于抗日这件事情 士气颇高 蒋吉士看到 52师主动要求 参加抗日的志愿书 当即批准 就这样 卢星荣率领了全师 4700多人 出省抗日 开往浙江 1937年下 52师奉命 李敏赴浙 到达浙江龙泉县城之后 整军了四个月 其间卢星荣 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和淘汰 将原有的六个团 和两个直属营 缩编为四个团 和一个警卫营 1937年7月7日 卢调事变 日本开始全面侵华 卢星荣全师 奉令进驻到杭州 接受国防部的总检阅 官方部的这次检阅 认为52师 已经符合 抗日整编师的规格 所以就编进了 上海战区 总预备队的序列 当时指定警卫营 暂时离开边制 归于 简桥防空总站 负责简桥 徐州 长兴 三个机场的防卫任务 之后呢 52师分三批 先后开赴前线 参加了 松户抗战 据资料记载 52师在松户抗战中 共分三次增援上阵 和日客搏斗 52师这三个团 曾经组织了大刀队 专破电网的工具队 利用夜袭战术 连续冲破了日军阵地 四重电网 给日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但是由于52师 他的装备比较差 无论是增援 上海罗电战场 还是大长北调战场 他们所在的阵地 很快都会陷入到被动 根据52师警卫营长 无论军的回忆 52师警卫营 后来组成了一个加强营 也赶到上海参加抗战 当时他们负责 驰援大厂北角的阵地 出发的时候 官兵是470多人 那么他们以夜战 冲动到日军阵地 杀伤了一批日军 但是第二天 日军派来了飞机 和多门砍击击炮 连续轰炸扫射 国军阵地两个多钟头 52师警卫营 最终只有六人幸存 营长无论军 身负重伤 1937年11月 杨作元率领着 52师三要二团 突围苏州河内战 也是52师 在松户战场的 最后一战 当时52师 在松户战场 最后的部队 由团长杨作元率领 残兵再加新兵 一共是600多人 坚守阵地 那个时候 京户交通线 已经被日军切断 上海战场 虽然说还有12个军的 残余部队 但是战局 已经陷入到混乱 所以呢 顾鲁同 想要组织一个先锋队 都很难 最后顾鲁同 就找到了卢星龙 希望52师的 杨作元团 充当先锋队 上战场之前 杨作元 做了最后一次 动员令 他说 有国才有家 不能让日本鬼子侵占 哪怕前面 就是枪林弹雨 也得往前冲 当天晚上 这个团 就偷袭了 日军的营地 杀了不少敌人 大家士气很高 冲破了日军的第一道防线 快冲到第二道防线的时候 遭受到日军飞机 临近的扫射 还有重炮的轰击 全团官兵 大部分装力殉国 杨作元 牺牲的时候 年仅39岁 在松户战场 52师4700多人 投入到战场 牺牲了4300多人 最终52师被撤销了番号 残部和重新招募的士兵 分别被并入的 国民革命军 第11 第13 第61时 参加了南京保卫战 和武汉会战等 在52师被撤销番号之后 何文鼎率领边缘的军官赴武汉 向军政部报道 然后呢 他被任命为 他家乡陕西西安的警卫司令 北上赴任 那么在一些史料中呢 就是说何文鼎在1938年初 联合其他的爱国将领 组织了一支 由民间武装组成的 陕西抗日义勇军 那么又蒋介石 任命他为司令 在近南 领保一线 抵御日军的进犯 使得倭寇 没有能够越过 陕西通关一部 使得西北大后方安然无恙 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 但这个描述呢 并不符合当时的事实 的确是有一支英勇的抗日队伍 叫做陕西抗日义勇军 何文鼎也曾经出任了 这支部队的司令 后来又负责整编 将这支抗日队伍 变成了新编26师 但是陕西抗日义勇军 何文鼎并不是主要的组建人 那么这支由陕西民众 自发建立的抗日武装 他到底从何而来呢 1937年 卢国桥事变之后 日寇金兵山西 陕西危待旦西 当时关中陕南国统区的民众 抗日情绪日益高涨 纷纷拿起武器 要求上前线保卫陕西 当时原17陆军 陕西游击第二支队支队长张英坤 他就支持自己的手下毛克公 到凤翔 组织民众 举起了抗日义勇军的旗帜 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就有200多人响应 随着人数不断的增多 毛克公就把这批挨国志士 编制成五个分队 他自认大队长 一面进行抗战教育 和军事技能的训练 一面筹款筹粮 征集枪支弹药 可是1937年9月底 西安行营会同陕西省政府 发出了布告 认为事关军务 绝不允许自立名号 自由召集 并且命令已经组织的民众武装 在安康、南正、凤翔三地集合 期限到11月15日为止 对于不肯束手就范的武装民众 则已究极党类 持线扰乱 不服约束的罪名 命令各县予以剿除 而1937年10月2日 西安行营主任蒋宁文 已经将驻扎在凤翔的 国民党嫡系37军军长毛炳文 招到西安密伤军事部署 那么毛克宫刚刚组建的这支 陕西抗日义勇军 他的成员 大多数都是年轻的农民和学生 虽然在加紧训练 但实际上战斗力十分有限 接到保安团内部送来的消息 得知37军即将来清剿 毛克宫立刻就安排队伍撤离 准备把部队先转移到 千阳县或者是甘肃灵台县去 其实就在他们转移的当天俯晓 和前来围剿的37军在怀鼠湾遭遇了 毛克宫组织大队部 稍有战斗经验的十多人 进行阻击 命令各分队 快速的向千阳凤头转移 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上午11点 终因为寡不敌众 数人阵亡 毛克宫本人腿部中树弹 流血过多 在昏迷中被俘虏 押回凤翔管理监狱 之后被枪杀于凤翔县的大操场 在马克宫被杀害之后 他的头颅还被挂在凤翔东城门上 示众了数日 转移到千阳的康尔英勇军的余部 他们并没有放弃 推选了王德奎作为代理大队长 继续活动 随着战争的发展 1937年11月9日 日军攻陷太远 继续向西南推进 矛头直指西安 10月13日 日军飞机首次轰炸了西安 全闪震动 这个时候呢 西安行政主任蒋领文 准备放弃西安 退到宝基或者是四川去 但是陕西的民众不会答应 当时全省沸腾 以孙维如为首的爱国将领 极力反对 那么在全闪 同仇敌忾的形势之下 蒋介石对于民众抗日的要求 也只好由军事剿除 变成了招募爱国志士 由原来17路军的参议 张飞生出面 成立了一个召集爱国志士的总部 在武功安康设立了办事处 对于召集来的人 配发了爱国志士弊章 要将此前被打散 被解散的人 再重新召集起来 张飞生派人到各地去联络 游说 那么各地的武装民众 也陆续到达了武功和安康蓝田 西安行营派员点验了 各地持写来头的 一万多武装人员之后 江景石就给了一个陕西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的名义 委任张飞生作为司令 张介臣为副司令 蒋领文亲自授予了官房和印信 1938年元旦 二张在武功通电就职 并且发表了宣言 省政府也在1月11日发出了命令 对抗日义勇军家属应一视同仁 妥为保护 1月17日 抗日义勇军下属的第一支队 以及所辖的第一团第二团 在武功组建完毕 第二支队 以及所辖的三四两团 2月2日在蓝田组建完毕 两个支队 均乘车前往指定的地点 当时集中在两地的 大约有近万人 其中被编辑入部队的有6000人 其余人等则留下武器 被遣返回家 当时就连这支部队的副司令 张建成也不得不承认 人数和枪械都超出了预定之外 由此可见 陕新民众抗日热情之高 那么之前转移到 千阳的抗日义勇军的五个分队 也由张英坤派人领到了武功 在一团三营中编为两个连 因为当局宣布 这支部队不开拔到前线 则不供给吉养 所以当时陕西抗日义勇军 第一纵队在点编之后 着装未变 枪械未换 当一支队被调往河南领保 趁火车惊停西安火车站的时候 受到了西安省城 各界民众的热烈欢送 很多人看到 即将走上抗日前线的陕西子弟们 还穿着破旧的农家衣服 扛着自己带来的老旧枪支 都禁不住热烈盈眶 陕西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 组建起来之后 首先派给他们的任务 就是修筑河方公事 一支队到河南 修筑黄河南岸 从铜关到陕州的公事 二支队则到本省东部 修筑黄河西岸公事 在数百里河岸的开阔地带 挖防坦克壕沟 联合各县组织民众 配合该部一起修筑 日寇禁逼形势最紧张的时候 又从铜关 魏南到坝桥 修了三道纵深的防御公事 和反坦克壕沟 为陕西建造了防御作战的 坚固堡垒 功不可没 该部进行的第二项工作 就是被派为主力部队 做后勤支援 往前线输送弹药吉亚 从前线台下 阵亡的将士和伤员 一支队被29集团军总司令 李铁军调往山西 从黄河边到石家庄附近 参加了数十次战斗 大都是做辅助性的工作 为了打日本鬼子 他们干得非常的开心 无怨无悔 经过战火的洗礼 这支部队 用从敌人手中搅和的武器 更新了自己的装备 也从残酷的战争中 学会了战斗 他们根据自己的装备特点 寻找战机 灵活主动的打击日扣 在山西永济县 他们摸清了一个日军连队 早出晚归 必经交楼村的特点 选好了有利地形 组织了一支赶死队 夜间射服 等到第二天日军经过的时候 手楼弹一起投掷出去 给日军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陕西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 首战告捷 当时陕西省和凤翔县 都开了庆功会 凤翔县还为本县 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连长 张小棠以下十多位烈士 召开了追悼大会 那么这一仗呢 也改变了李铁军等国军将领 对这支部队的看法 从此呢不再把他们只当作民夫和工兵 1940年该部被调往隋远 参加了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 傅作义将军所指挥的隋西战役 这一战呢 中国军队一共歼灭了日寇 一万九千多人 伪军一万多人 而陕西抗日义勇军 在梅丽庙一带打得极为顽强 战后受到了傅作义的称赞 也为陕西人争了光 我们要看到陕西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 虽然是陕西民众自发组建的 但是因为陕西各种政治力量 在西安事变之后 斗争极其复杂 所以陕西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 它必然依然是由国民政府所领导的 西安事变之后 东北军西北军都出现了严重的分化 有相当一部分的张扬部署 都倒戈投向蒋介石 而蒋介石的说客中 有一个人就是后来 陕西抗日义勇军的总司令张飞生 正是张飞生动手瓦解了 陕西警二旅四五两个团 使这两个团叛阳投奖 而后来蒋介石委任张飞生 作为陕西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司令 重新召集已经被打散的 爱国志士点编成军 这说明蒋介石对张飞生是信任的 他是为了掌控这支部队 才让张飞生掌控了军权 陕西人上午 虽然在日寇进逼的情况下 自然在陕西境内就风气晕涌地 出现了众多的民众自发的抗户武装 与其让这些人和枪继续流在民间 成为国民党控制陕西的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倒不如将他们组织起来 不过蒋介石对于张飞生仍然没有完全的放心 这也是为什么他很快就用自己的学生何文鼎 替化了张飞生 牢牢控制住这支陕西的抗日武装 尽管蒋介石把持住了陕西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的上层 但是这支部队的中下层军官 多数还是来自于陕西的真正抗日的爱国知识 像一支队长张应坤 他是西府地区倡导组织抗日义勇军的领头人物 一支队也主要是由他招募来的西府民众组成的 一支队的团以下的骨干多数都是抗日积极分子 后来他们转战于晋济玉随参加对日作战 历经三年多而不散屡见战功 国民党后来为了笼络张应坤 也在部队改编的时候 封他作为副市长授予他少将军衔 不过最后还是对他不放心 将他调往重庆授训 改任西北行营参议 张应坤对此极为愤怒 离之回乡 1942年他被胡宗南假借贩毒为名 将其杀害于西安 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怀疑张应坤通共 那么很多张应坤的部署军官 不久也被排挤 纷纷的离职回家 为了进一步掌控陕西抗尔义勇军 这支抗尔武装 1938年3月4日 何文鼎就任第九补充兵训练处副处长 负责训练陕西抗尔义勇军 结训之后 陕西抗尔义勇军就成为了陆军新边26师的骨干 1938年6月 何文鼎奉命接管了陆军新边第26师 担任师长 1939年6月被授予陆军少将 他在陕西护县一带 为新边26师继续招募新兵 然后在甘肃的秦安 诚训 结训之后 由何文鼎任师长的西面26师 就驻访在宁夏雇远 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 不久呢 何文鼎率部北上隋远 进驻后套重地西山嘴 与日北军对峙 1940年 他配合副作义作战 在西山嘴挫败了日军的西进 1940年8月 何文鼎到重庆述职 受到了蒋介石的召见 回隋远的途中 他路过宁夏银川 他见到了自己的老乡石 马洪魁 他成功劝说 马洪魁同心抗日 让其打消顾虑 主动到重庆 去面见蒋介石 1941年3月 何文鼎奉命 率领新边26师 就开入了号称 八百里汉海的伊克昭盟 归伊盟守卫军司令 陈长杰指挥 几个月之后 也就是1941年9月 安边事件爆发 何文鼎接到命令 让他南下 与新师一旅换防 那么安边事件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下一集 再继续给大家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